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我necchenterm赛马时间了 很快回续上次赛马日的提供心水 非常罕有的情况下, 两只高出赛马和两只necchenterm 都是奪于而会的, 全军覆没 大家都知道星期三晚上难倒了 很烦, 因为第四、第五、第七场 我也会一会儿说回那场赛事 我觉得是怎样的, 高出赛弱马得7号 欲马新星40倍, 跑第五 总之全军覆没, 待会再说备忘马和赛果的回顾 礼拜日提早12.15分开跑 总共有8只高出赛弱马 就是一场得赏, 二场马公神, 四场经典之星, 鹰之星 六场暴风合, 七场转飞鹰, 九场慈安欣典和星魂明爵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再说回第四、第五、第七场 我想讲一下回顾 第四场 首先说的是梦幻战士高出赛弱马 临场我也有大注位置, 结果断愿而会 填泰安, 不要说什么阴谋论才算 我觉得是骑错了 填泰安可能出赛慢了 马云就很心急地抢在前 结果一抢口上到前 当日是不利贴蓝 因为他是贴蓝放 转弯贴蓝日直路 接着他不成军 这只马云不用这么心急抢出去 出赛慢了可以走山 对面直路踩油, 上年试过是这么跑的 但田大安着意跟前 最后抢口放逃 这个跑法实在令人无不着头鹿 可以摸退这场赛值 下次再要跟进 另一只马 王者在现场马赢 本身我以为 这只马赢得到 是不是里面的场地好 不是外面的场地 没有优势呢 但接着看回五、六、七、八场 人家之后其实里面都是较差一点 所以王者在现 下次再可以跟进 我觉得暂时我是这样看的 虽然马好像觉得没什么分 没什么分去做手 这次竟然在里面摄上来赢了 不简单 觉得在于昨天的场地形势之下 这次赢完马赢了 加分一定不多 我猜5分的赢颈位 再出赔率如果有五、六倍 都要考虑一下 我觉得王者在 到第五场 这一场马胆 双白旗 双白旗 首先是受制万步速 中断人家走 他还在里面 转到较后 直路万步速第一 第二 里面冲 第三 其实都没有全面望空过去冲 几个原因之下 输了 这只马赢是薄的 不可能不薄 双白旗 对于莫来拉这场发挥 不知是否赢完王者在燕 他也吃过一尾 想继续死受来难 如果我想他中断拉出去 跟着大队上 人家走他走 位置一定有 那这场 其实可以说莫来拉 其实差 我觉得 第七场 劍追风 又是很奇怪 我觉得 潘顿 这天的日益跑法也是很奇怪 外马剑是很随意留下 很随意拉到最外 中跑第四 这只劍追风明知里面不行 又着热筋 贴着南方 转弯虽然他逛出去一点点 但是都是被人压回来 在里面 我想如果武士精神 跟他调回转 当不是调回转跑法 武士精神是散了一匹 劍追风是跑第二 对于潘顿 连续两场发挥 劍追风和上一场的韧马剑 是有些疑问的 同样 莫来拉不止双白旗排的策略 看回第三场 活力保驱 又是很差的 这只马 很少留那么厚 越蹬越厚 超慢步速 没断 23秒27 他做多少 我们看看 22秒多 活力明区是做22秒89 全场 基本上最快 除了海外部 22秒81 他是22秒89 他在转式神明 22秒7 其实他不用留到那么厚 只要这只马 也不留那么厚 所以莫来拉 两只烟门 活力保驱 以及双白旗的表现很差 王者在来精彩 但两只烟门也很差 潘顿有两只烟门爱玛劍 以及那只劍追风 表现很差 所以礼拜三晚是一些 是比较奇怪的赛事,大家仔细再看一看 大家都知道了,我NATCHRAN谈赛马 现在除了免费频道介绍的NATCHRAN马丹和高速赛马之外 都会在另一个渠道发放这些临场分析会场临场 都会发挥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一下 例如临场奇连动态、场地形势、余格洛飞马等等 给大家参考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我的Facebook page 留一留言,置顶POST留一留言 或者你送个Message给我 或者在我的YouTube影片留言 留一留言,我会尽快回覆你 看看怎样可以参与这个计划 那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来到Youtube频道NATCHRAN 订阅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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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和订阅和订阅和订阅的闹钟 都可以按钮通知,第一时间知道 多谢你们支持,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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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